台湾医疗在国际间有目共睹 医美整形技术更是文明全球 在日前美容外科医学会与南港展览馆 举办了一连两日的年度盛会 现场有多位国内外医师共襄盛举 也邀请了六规育幼院担任开场嘉宾 为这动荡不安的一年加油打气 活动上更与泰国、印尼签订MOU合作备忘录 也再度让台湾的医美技术被世界看见 台湾美容外科医学会原本只是台湾一个地区性的医学会 那当然我们主要是做会员服务还有学术的一些研讨 但是毕竟我们会员人数有限 如果说没有办法有更多跟外来的关系吸收一些薪资的话 我们的进步其实是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从我们上一届的超理事长开始 就积极地跟各国的美容外科跟整形外科医学会签MOU 包含日本、韩国、新加坡 那时候也有跟一个泰国的美容外科医学会 今天是泰国的整形外科医学会签 就是说希望能够广结善缘 一方面是大家互相交流能够彼此进步 二方面也是希望让世界都能够知道我们台湾美容外科医学会医师的实力 美容医学的安全已是现在多数人会关注的议题 而美容外科医学会常务理事蔡峰中也表示 美容医学的环境是需要由医疗人员及求美者共同维护的 因为在美容医学非常多其他专科的人跑来做整形外科的相关业务 那后来经过医师师盛重的考量之后 要做适当的训练 那我先必须强调以整形外科医师来的一场 整形外科在完整的训练上本身就是一个固定专科 可以符合民众在美容医学上的需求 在后来特别的办法是容纳了其他专科医师来 我们也是欢迎 但是必须要在这个框架上面多做训练 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民众相信专科医师 毕竟专科医师的训练 可以得到美的治疗的保障 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所谓的医师就是我们的会员 可以得到相关的保障 也是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医学会的宗旨 组织以人为本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照顾我们的会员 不管他在临床实务上或是在开业上 或是各个层面上都能得到很深切的照顾 美容外科医学会年会 原定是在2020年初举办 却因新冠肺炎疫情搅局延后至年末才举行 虽有多位国外知名医师无法到场共相胜举 但藉由数位化科技采用线上会议 与现场专业美容外科医师交流 分享手术经验 也让此次的年会圆满落幕 这次的年会在动荡不安的一年 能够顺利举办实处难得 希望借由年会的交流 能够让台湾美容外科技术 再创高峰被世界看见 每一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